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间上人们称为第二大佛陀世情论 是所造的阿比达默居士论 阿比达默居士论当中 中共有八品 其中现在我们讲的是分别戒品 分别戒品里面宣说戒的分类 昨天已经讲了 哪些是证件 十八戒当中哪些是证件 哪些是非证件 就是件件和非件之间的差别已经讲完了 这个昨天也说了 他们有部众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他那个件 也就是说犹巾的话 就是有一种无情的犹巾 还有一种心事的犹巾 就是有两种 所以这个无情的犹巾 就是严根 严根来看色 严根来看色的话 他不一定是基督分别 如果是心事看外境的话 那必须要基督分别 不然的话 他这个不能成为真正的犹巾 这个问题昨天也给大家讲了 今天说那个言见诸舍未有矣 以彼之舍非为简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今天就是所讲的这个内容是 主要是能见 就是这个到底是用这个心事来见的 或者是用那个严根来这个见外境 我们这个经常用眼睛来这个见到外境 或者是用那个臂根来就是了知这个外境等等 就是这样认为的 这里的问题呢 就是到底我们的这个根来见到外境呢 还是是这个行事来这个见到外境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方面呢 就是做了一个分析 然后尤伯宗呢 他们认为是这个见外境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是用自己的这个根 就是用眼根 臂根 就是用这个无情的这种根来 就是直接领受外境 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以本来说进步以上的话呢 他不承认这个观点 就是这个我们去外境的时候呢 一定是用这个事来去的 就是不是用根来去的 根是一种无情法 就是无情法呢 就是不能这个去外境 不能执着外境 就是然后这个执着外境的话呢 必须是眼是必是二是 就是那么这些这个行事来 就是能察觉到外境的这种行之 或者是外境的本体 就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差别 我们下面颂词里面呢 这样说的眼见诸事为有意 他们说这个眼睛呢 就是能见到这个外境的这个设法 就是他这里有读宗呢 认为是这个眼呢 就是指的是眼梗 就是眼梗呢 就是能这个完全见到这个外境的这个设法 那么这个眼见外境的设法呢 实际上是是有意的眼梗见到的 还是是相应的眼梗见到的 那么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他们自己也认为是 当然是这个有意的眼梗见到外境的 就是相应的眼梗呢 虽然是他是眼梗 但是不一定能见到 就是我们这个闭着眼睛的时候 或者是那时候呢 就是相应的眼梗 就是他不可能见到外境 或者呢 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遮蔽的物体的话呢 那么这个遮蔽以外的这个设法呢 就是不可能见到的 因此他们认为呢 就是是这个有意的眼梗呢 就是这个见到外境 就是以鼻之舍 非为见 就是依靠他的这个事 比如说这个依靠眼梗而 依靠眼梗而产生的这个事呢 就是眼事 但眼事呢 不是这个见外境 就是他们 这是有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观点吧 就是他们说 不是这个眼事来这个见这个色法的 我看那个红色柱子的时候呢 就是我的这个眼梗 就是眼梗来这个看到红色的柱子 并不是是眼事来这个看到的 眼事是这个信使的缘故 不是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不是这个眼事所见呢 不是眼事所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传说 中间 诸葛事 就是 并非能见至缘故 就是他这里说那个 幽不懂呢 就是传说他们这个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中间一些那个 就是这个 有一些事法来 就是这个 就是 也可以说是盖住吧 就是有一些各开 各开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事法来 这个各开的时候呢 就是也能这个 也就是说是那个 中间有些这个 各开这个事法吧 就是各开这个事法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如果心事能能见到的话呢 这个 心事呢 就是没有助爱的 那么枪 枪毙以外的一些法呢 就是也应该可以见到的 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心事能见到的话呢 那么这个 我们善以外的这个东西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物资以外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可以这个见到 因为心事是没有助爱的缘故 但是正因为呢 中间一些各开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不到就是 因此肯定是 只有这个优势的严根来这个见到的 严根这个见到的唯一的原因呢 就是中间各开的时候是这个见不到 就是所以是肯定是严根 有色的严根来见的 如果心事见到的话呢 当你中间这个有个任何东西各开的时候呢 也应该能可以见到的 因为心事没有任何心体 没有任何助爱的缘故 就是这是 就是传说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间各开的原因呢 就是见不到 就是所以呢 就是肯定是用这个严根来见的 不是这个严实来见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 就是说一世情人士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点这个 也是是不太满意 就是他说是这个 传说这个严实不懂呢 就是他唯一的理由 就是是这个各开的时候看不到 因此呢 就是肯定是这个严根见到的 不是那个严实所见到的 就是这是唯一的这个理由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这个松词里面 就是讲罗特隆 在那个讲义里面是这么讲的 那么严根也 因不是证件呢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前面不是说是 我们这个严谨能见到这个外发吗 严谨能见到外发的话呢 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 说是这个严根呢 就是也应该不是真见了 因为严也无有极度分别 就是因为这个严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极度分别 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严根呢 就是能见到设法呢 下面回答这里从严根能见到一切色法的角度而按理为见的 并不是是有无极度分别而按理的 就是他这里说 那么这个严谨怎么回事能见到 因为严谨呢 就是没有这个极度分别的缘故 这样说的话呢 他这里我昨天不是讲的吧 刚才也讲了 就是他这里这个有无极度的方面呢 应该是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 就是如果是他是前世到现世方面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这个具足这个极度 就是没有这个具足极度的话呢 就是那不是这个正见了 就是只是这个原因 然后这个如果是他是无极法 就是因为有部众他承认是用无极法来见外境 如果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分别极度的话呢 也可以这个见外境 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啊 所有严谨都能见世吗 就是他下面就是这个提出这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众生的严谨都能 这个这样严谨具足的话呢 能不能这个见世呢 他说不一定 有严 有严谨呢 就是真正这个见世 就是昨天我们不是讲了这个 这个有严和相应之间的差别吧 有严谨呢 就是才真正的这个能见到外境 并不是是相应应该见世方 若问如此一来 一严严谨的严实 也称了这个见世方吗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严实呢 就是直接这个能见世方 就是不需要依靠这个其他的 就是只有这个严实呢 是不是见这个世方呢 他这里说不是一严严谨的 这个世见世方 就是他不是这个一严严谨的 是来这个严实来见世方 就是这是这个 当然这个唯一的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一般来说 这种观点的话呢 这个不管是这个随教进步 还是税理进步 然后维斯宗和宗观者都不会承认的 就是这个 什么进步以上的所有的观点呢 他们都认为是用这个事来这个见外境的 用严实来这个见外境的 用这个 这个二十必实 就是这些事来这个去外境的 就是并不是用那个 跟或者是用一种设法吧 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种设法来这个去外境的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现象 但是呢 就是有种他有这种这个特殊的观点 就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应该是用这个严根来这个建设法 而并不是呢 就是用这个严实来这个建设法 为什么呢 如果以严实见设法 那么事实无有阻碍的 所以就强等这个 就是诸盖的 就是诸葛的这个 是这些设法呢 也应该能能够见到 就如果是 你这个用心事来建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严实是不可能是由这个枪壁来就是当着 就是这个是不可能当着的 因为如果是他是一个有像的这个设法 那天我们不是说是那个他们的严根呢 就是像这个呼马化一样的这种这个严根吗 就这样的这种严根 这种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就是就是当着的 就是用这个枪壁的话呢 就是当着的 如果是试的话呢 就是是不可能就是这样当着的 因此呢 他说那个 如果是以试来建的话呢 就是那么无有阻碍的缘故 就是枪壁当当 就是枪壁以外的这些法呢 我们也应该见到 但实际上呢 就是枪壁所挂开的这些设法呢 就是并不能见到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定是那个 用这个设法来这个建的 就是只是我们这个将一米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有关在十两论和两立暴藏论当中 也是这个辩论是经常这个 就是遇到的 所以有不同呢 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把这个根和劲吧 就是根和劲呢 就是用这个同时 或者呢 就是直接的方式来这个去的 就是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殊的这个说法 那么中国专案论事吧 就是这个论事里面呢 也专门讲了他们的这个 去劲的一种特殊这个方法吧 就是但是中国以上呢 就都不会是这样承认的 然而这个施金伦司呢 他站在那个金伯的角度来 就是这样说的 所谓的串说 施之作则 呃 此金伯的观点 颇此诱步的观点 就是颇此诱步的观点 金伯仲认为 心事虽然是能见呢 但呢 就是并不是实 他是能取所有的这个这张之法 他这里呢 心呢 就是虽然是这个 他是能见 就是应该是这个信事啊 就是严实呢 就是作为是这个我们的能见 但是呢 呃 既然是这个严实是信事的话呢 就是那么枪毙以外的这些法 所有的这些法 他可不可以见呢 也不一定 就是这样 因缘具足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个见到 如果因缘没有具足的话 或者是与他不相应的法呢 所有的法都是 枪毙以外的这个东西 也能看得到的过失 这些都是根本不会有的 就是所以 不是能取所有的这个 这张之法 不能这 这张法 或者是这个诸葛 如果是不具足 再不能这个生起严实 就是中间是一些这个隔开啊 或者是这个呃 这个呃 他的这个环境呢 就是非常非常遥远啊 这些法的话呢 就是呃 虽然是用这个厌世来这个去的 但是呢 你不一定这个能看得到 就是不一定看得到 而且有些法呢 就是虽然中间都是没有什么这张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东西呢 非常细微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肉眼呢 也不一定这个看得到 有些呢 特别遥远的话呢 也不一定看得到 有些呢 就是呃 这个中间有一些隔开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也不一定看得到 呃 他下面呢 就是就是也 扑扑他们的这个观点吧 就是呃 他说 不能生起严实 即使具足啊 就是即使这个银已经具足 但是就是被那个 呃 什么这个服 呃 还有这个碎和玻璃 呃 这个云母当 助该也能这个生起严实 呃 如果你们这个说是 什么这个 这个呃 这个呃 就隔开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都不能见到的话 那这种说法也是不不成立的 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呃 玻璃就是中间有这个玻璃的 玻璃以外的这个东西呢 虽然这个烟 这个烟根呢 不能跑到外面去 但是呢 玻璃以外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也都可以看得到吧 就是这说明呢 就是你们都更不是这个去外景的 如果你更这个不是这个去外景的话呢 你中间已经有这个玻璃来这个隔开的 玻璃以外的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带烟界的人呢 就任何人的这个看不到东西呢 就是 那这个也很困难的 因为那个烟根呢 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玻璃呢 就是把它已经挡着的 就是有些眼睛不太好的 戴两层眼睛 就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更加就是跑不过去的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呢 就是比较透明的 就是他这里有些 这个五福啊 碎啊 就碎以外的东西也是看得到 就是 然后五福是一种这个珍宝吧 就是它也是一种这个药 还有呢 就是云木 就是云木呢 就是它是一种矿产物 就是也是非常这个 这个透明的 就是它那个矿产物呢 也有白色的 黄色的 就是也有这个技种吧 就是那么这些呢 就是非常透明的 但是这个意外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 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所以 刘伯宗的这种观点呢 就是完全就是 是不太这个不合理的 就不合理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根呢 就是并不是是见的 就是这个根呢 虽然是起到一些这个作用 但是呢 就并不是是真正这个 能见外景的这个 就是幽静啊 就是能见外景的幽静呢 就是不算是这个眼睛 就是应该是这个眼视来见微静 就是这是 这种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宗管 然后这个卫世宗 全部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就是这是 我们到底是 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见外景呢 不是这个眼睛来这个见的 当然这个眼睛呢 还是起一个增上眼的作用 就是这一点就是不可服认的 但是呢 真正能见到这个外景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心是来这个见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呢 就是以分为这个六世吧 六世当中这个眼是来这个见外景 必是来见外景 思是来见外景 就这样这个三世来见外景的话呢 就这是这个非常合理的 就是这种说法 《暴宗论》当中也是什么那个 什么无情之故 无情之故非能见吧 就是从此里面也有这样的 就是《梁力暴宗论》里面 因为是那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他是无情吧 就是没有这个心事 所以并不是能见 就是能见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心事 不然那个这个眼睛呢 就是他是一个无情法 就是无情法 这么能见得到这个外景呢 就是他是这个无情法的缘故 就是在一名当中呢 就是专门讲就是他是无情法 就是无情法呢 就这么回事能见得到外景呢 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种方式来破斥呢 就比较这个方便 就是这个问题呢 这样承认的 前面呢就是说那个 从君见诸色景呢 显见又为明显过 就是那么在这里有个提出一个问题 有两个这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是不是见的两个是个设法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左右两边都是都有这个眼睛吧 就是都有眼睛的话呢 是不是到底呢 就是就是见的两个那个设法 还是是这个什么样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前面也已经这个讲了 就是所以这个呃两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气壮眼的这个作用 另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眼睛的本体方面来讲的话呢 都是这个属于是一种这个设法 或者是眼设 就是说一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分开的 也没有什么一体的这种这个眼睛 然后呢就从他的这个明显的角度来讲 当然这个有作严和油眼的缘故呢 就是应该是那个呃 就是比较这个有明显的 就是特别这个明显的这个作用 就是他这里呃两个眼睛都这个见设法 因为呢就是双眼眼睛就是呃 就看呃要这个比单眼就是看得更这个清楚吧 就是这一点呢呃 有些这个人说是我的眼睛很小看不见这个设法 就有些说是我的这个一只眼睛就是不太好 就是所以这个看不见看不见就是 那么有些人是也有这种说法啊 既然是有两个眼神的话呢呃 那么这个因为他是眼神来能见的吧 眼神来能见的话呢 是不是他那个所见到的这个设法呢 就是也应该是有两种 就是左眼这个见到的设法和油眼这个见到的这个设法呢 是不是有两种呢 呃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是不合理的 就是有些论师论师呢也这样回答过 呃他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是就是严实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他自己就是没有性体 没有性体的话呢就是从那个是的角度来讲是他对这个坐啊 油啊什么这个上啊下就是这些范围的这个判断呢 就是不可能有的 如果有一个性体就是像五清发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动乱戏啊就是会在上下的作用啊 就这些都是可以分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严实的话呢 呃就是严实师他本体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性体 没有性体的话呢 他是这个坐啊油啊 就是从严根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从严实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左眼视和这个什么油眼视啊 就是这些说法是从严实的角度来讲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分析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巨石论的话呢 就是稍微这个比较细致吧 就是有些地方呢 我看我们那个喜欢广说的有些呃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呢 就是巨石论学起来还是是这个很有意义的吧 呃就是然后这个思想比较这个粗糙啊 或者是不喜欢这个广说的 或者是比较难度的人呢 这样是作为这个巨石论的话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可能就是很麻烦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自己都是一直这个就就就就越观想越糊涂了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呃感觉 呃但是这个呢呃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性事 就是没有性事呢 没有这个性体没有性体的缘故呢 就是做这个作严有严呢 就是从形式的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份的 但是呢就我们要明白的 就是他有一种这个明显的作用 就是呃这个眼睛呢呃就是有这个呃这个双眼的缘故呢 就是应该有明显的作用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跟和近 就是接触不接触之间的差别啊 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差别 呃下面跟里面呃就这样讲的呃 那许一言一根呢呃于二根就是不接触紧 就是他这里这个 那么我们这个不是五根式吧 就是五根呢就是去这个无尽的时候呢 到底是接触而去的呢 就是不接触而去的 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这里说是我们的这个严根和一根 然后二根吧就是这三根呢 这个去外境的时候呢 就是不接触就是不接触的方式来这个去外境的 ə bus 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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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 土根 四根吧 就是应该6根就是他这里讲的呃 这其他这个三根呢这个去外境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接触的方式来啊 就是通过那个接触的方式来这个去境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呃呃 呃呃 мент细 四根 四根不是 呃呃 本同自作与笔经 那么到底就是他自己 这些五根去外径的时候 外径的大小和自己根的大小 到底什么样呢 他这里说是笔根和色根 这三根的话 他外径的大小就是多少的话 自己也是去这么多 比如说我们身体 借助枪笔 借助枪笔的时候 如果我的树借助的话 像我树这么大的外面的出局 我能感受到的 如果我的身体 全部借助枪笔的时候 那么整个身体的借助 对它的部分这么大的出局 就是可以感受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鼻子 要借助外面的味道的时候 也是通过外径的大小 在自己笔根或者色根上面的 大小通等 它那个大小通等 才能感受的 如果外径这个特别特别大的话 但是只有这个鼻根和色根上面 它这种接触自己的这一部分的话 其他的就是它没办法接触的 就是它没办法接触的 所以说这个与根相同的东西 它才可以接触的 但是眼根和耳根的话 就是不相同的 下面应该也有降生的 比如说眼根的话 眼睛比自己眼根还很小的东西 就像那个号码 或者是这个针剑序的东西的话 就是比眼根还很小的东西 它也可以能接触的 然后比很大的 比眼根还很大的 像山王 就是大山 这些也是可以能看得到的 声音也是一样的 就是声音 就是比耳根很小的声音 它也可以听得到的 然后比耳根还要很大的这种声音 就是昨天还是今天 就是这个 什么下雨的时候 就是真正弄声 就是这么大的声音的话 就是耳根也可以听得到的 就是心事的话 当然它没有心体 就是它就不可能定的 所以它这里 这个根和外境方面 就是有些是大小相当而接触的 有些是借助而接触 这些道理的话 一般来说是我们现在 就是现在很多 有些科学方面的研究的话 也基本上是可以这样认证 就是可以这样承认的 下面是这样的 就是须言一根与二根 不接触恶机与三处 彼此胜根次善者 当同知足与必经 与对境 它这里说 这个言根当是与对境 借助时 去还是是不借助而去呢 那么这个言一二三根 不与对境借助而去 就是不用这个借助 就是很远的地方 因为那个言根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这个言根呢 就是没有借助 这个外面的色法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那个一根呢 当然他一根 他本来没有心体 没有心体的话呢 就是他也可以去外境 没有借助的方式呢 二根呢 就是当然不能借助 如果借助的话呢 那个声音都就是有相续了 就有很大的过失 就是所以呢 就是通过不借助的方式 来可以去借 你有呢 就是言根与二根 可以去远处这个 所在的一些色和身 然后这个一根呢 就是不是这个色界 就是所以呢 就不可能就是 他有这个借助 就是这三根 然而鼻舌 身三根 与对境借助而去 因为这个关带 其于自己寂静这个对境 就是他那个 就关带就是 自己最清净 最借助的时候呢 就是才可以能去得到 就是比如说 你鼻子面前的那个 这个外境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借境的话呢 就是根本就是 就感受不到的 就是如果这个 已经这个借境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能感受 但是能感受的时候呢 就光借境也不行 就是他们有一个理由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吸气的话呢 外面有一个粗味 就是然后呢 但是你没有这个吸气的话呢 就是他外面的这种 这个也不可能 这个真正能你这个感受 就是如果你这个 这个吸气的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外面的 这种这个味道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 进到这个壁孔里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已经借助到 你的壁孔 就是你壁根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真正能 这个已经这个感受到他 那么这个色图 也是同样的 就是色图呢 光是你这个一颗糖呢 就是放在那个 就是还没有借助 这个色图的时候呢 就根本上不到 他的这个甜味 就是一直在上面 这样放着的话呢 就根本不知道 是这个糖 到底是什么样的 让你真正借助到 色图上的时候呢 就是才可以 那天我们也讲吧 就是讲这个色根的时候呢 就是色根呢 就像是斑云线的 就是中间呢 就是有一个 这个很细微的一种空的地方 就是这细微的空的地方呢 主要作用 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不 就什么这个 就经常这个不发 不发物啊 还有这个一些 这个接触这个饮食啊 就是等等 就是一些必要 就是一般那个色图上 有这样的 这种这个色根吧 就是色根 就是当他这个 接触这个色图的时候呢 就是才能能感受到 他的这个天 就因此呢 就是他们是这个通过 当然这个身体接触外境呢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 这个应该这个清楚的 就是说一说 他是通过这个接触的方式 来这个对对去经啊 就是去经 那么严根不舍 呃成了这个谣言 呃所在的色法 也由这个诸葛的色法 都能这个见到吗 那既然这个很远的地方 能见得到的话呢 是不是很谣言的地方 都可以见得到 然后呢 就是中间已经割开的东西的话呢 都能见得到 是不是这样呢 那没有这种过失 就是没有这种 为什么呢 就像是这个系铁士吧 就系铁士的话呢 虽然他可以这个系铁 但是呢 就只有与他这个相应的地方的对境的话呢 他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系铁 他们意思是 既然没有接触都可以去的话呢 那么很遥远的地方 中间有各个的东西 全部都是可不可以这个 呃就是能见得到啊 就是因为他不用接触吧 不用接触的话呢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 为什么是见不到 就是这个原因 但这里呢 就是说是 这个就像系铁士 也是他不通过不接触的方式的 他可以去这个铁 但是呢 他也是在自己这个附近的 就是与他相应的 因缘具足的这些铁区呢 他可以那个接触 除此以外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铁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 呃 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系铁士呢 就不可能就是呃 这个西区这个美国的这个铁啊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这是环境遥远 各种因缘不具足的原因 不然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厂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铁啊 就是我们这里做一个系铁士的话呢 就是全部就系进来 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是因为这个相应的对境 他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铁方面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呃 这个一部宗呢 就是认为是所有的铁呢 就是是一种这个饰法啊 就是有一种存在的这种饰有的法 然后外境方面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判断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境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存在 呃 这个色啊 香啊 味啊 粗啊 就是这些 然后这些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存在的 然后这个色法呢 也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存在呢 由不宗和这个一些进步以上的观点呢 就是也有一些不同 他们这个由不宗呢 他们认为是这个外境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每一个未成 就是无分未成呢 就是全部都是不借助 中间有一些这个各开的方式来这个存在 就是这是这个由不宗这样这个认为的 但是这个进步中呢 就是认为 呃 比如说我们这个呃 所有的这些玩法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我们表面上眼睛看起来呢 呃 就这是一块一块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把它全部练在一起的 但是实际上 你如果真正细微的就观察它的话呢 实际上任何一个物体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练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我们这个眼睛看起来的 当然是这个是 好像那个里面呢 就是没有一个空隙 就是全部是练在一起的 但是以进步中呢 就是认为是呃 这块石头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他们这个中间就是有很多无数的这个微层啊 这个微层的话呢 就是他们都这个集合在一起 就集合在一起 并不是是他们全部是站在一起 并不是如果站在一起的话呢 那么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宿油 就是夹在这个宿油上一样 就是全部都这个合为一体 最后呢 无分为层呢 就是也全部融入一体 就是所以这块石头呢 就是不见了 就是有这种这个过失 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外景的这一块石头的话呢 实际上是到底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有无数个微层呢 就是聚合在一起 他们这个中间呢 就是有无数的这个虚空啊 就是这是那个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通过这个科学和无理的这种观察方法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这个 基本上是这个这方面接近的 因此这个佛经当中 这一点呢 希望你们还是那个看一看那个 这个知识里面吧 就是知识里面 就是这方面就是分析的比较这个细致的 实际伦师他自己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这样 按照进步中的观点来承认这个 所有的这个外景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他是这个聚合在一起的 那么聚合呢 无分未曾全部聚合在一起的 并不是是 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全部站在一起 就是实际上呢 不是站在一起 那么不是站在 比如说我们一张纸 这一张纸的话呢 就我们表面上看的 就是这是白色的一张纸 就是全部是连在一起 实际上呢 并不是连在一起的 他呢 就是中间都是这个 他是这个有无数无数的未曾呢 就是他们聚合在一起 然而聚合在一起 也中间呢 就是有无数的这个虚空 也是在中间 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是他们不脱开呢 就是那么不分三四 为什么呢 就是这是终生的一种 业里的缝呢 就是把他们就是聚合在一起 就像我们这个 讲地理的四合呢 就是的确为什么是 不会这个掉下去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细腻吧 就是用这个碎呢 就是为什么不掉下去呢 就是他有一种 他的这个细腻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他这里呢 终生有终生的一种这个叶缝 就是他的这个叶缝呢 当然我们下面就是 讲那个第三瓶的四合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缝呢 就是把整个这个 地碎活缝全部吹坏 就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缝 他们认为这个缝呢 就是有两种 一种缝呢 就是把整个物体呢 就是分散 就是有这种这个能力 还有一种缝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聚合一切 就是聚合一切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了 一张纸的话呢 实际上呢 就是他是有无数的未曾呢 就是全部聚合在一起 只不过我们眼睛呢 就是看不到他的这个 细微的这个部分吧 就像我们这个滑雪里面 就是所讲的什么这个 这个原子啊 原子蛋啊 就是什么原子壑吧 就是原子壑 就是最细微的这些呢 就我们这个入眼看不到一样的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所有的外景都是这样的 那既然所有的这个外景 中间有一些血空的话呢 我们枝上面卸字的话呢 那么这个磨 为什么是不掉下去呢 这个肯定不会掉下去的 就是只是磨的这种概念的话呢 就是那这个很粗大的了 就是就根本不会的 他们说是这是一种牛尾一样的 就是牛的尾巴呢 就是标面上看到好像是 就是全部是黑曲曲的就是东西 但是你如果真正去分析的话呢 就是他是一根毛一根毛 就是全部是中间是一这个 不可能就是所有的毛呢 就是站在一起的 就是全部是这个一根毛一根毛 就是这样这个这个诸身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所谓的这个外景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有很多无数的这个微曾呢 就是集会在一起 就表面上看到一块石头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石头呢 就是还是是里面全部是 我们这个修托嘎的时候 是全部这个穿破吧 就是就穿破一样的 就是里面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空性 有无数个微生 这是这个外景的这个存在方式 就是但是这样的 细微的这种观察的话呢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这个出血者吧 就是出血者呢 在名言当中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就是一般来说 这个从为时以上的这个 就是这些大臣的话呢 就是会这样这个分析的 正因为是这样分析的非常好呢 就现在的很多这个一些科学家 也是对佛教的这个 有关这个微生方面的这种 这个分析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赞叹 就是但是这样的这种空性呢 一般有不动 就是他们都没有这个动到 真正的这个正向 就是他们的认为是 最后那个无分微生呢 就真正是存在的 然后再决策这个空性的这种道理呢 就是他们还没有这个动到的 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有些 这个实践的一些 这个理论学家的话呢 他们也是把最虚伪的这种微生呢 就是再没办法这个 抉择为这个空性 因此我们这个外境吧 就是去外境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明白 就是真正要想这个 与他这个借助的话呢 也不可能借助 那么小乘中这个 到底是借助是什么样的 这个借助呢 比如说我刚才说是那个 汤呢 就是放在我的这个色图上的时候呢 就是称为是这个借助 那么这个借助呢 是不是这个融入一体 还是是这个 就是光是与他那个 中间这个借境的时候 这叫做是借助呢 当然这个真正是融入一体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色图变成 汤汤变成色图 就是这呢 就是我们在那个智慧品当中 有一种观察吧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他这里的这个借助的话呢 他们这个小乘认为是 我这个中间呢 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微层的 这种云性的时候呢 就称之为叫那个借助 就是就所谓的这个借助的话呢 就是在中间 就是没有这个其他微层的 这个云性的时候呢 就这个可以称之为是 这个明眼当中的一种这个借助 就是所以他这样的这个借助呢 可以这样说 不然你如果真正要借助的话呢 那么外境他自己的 是不像没有这个借助 有无数个微层呢 就是他中间全部是空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以我们的这个色图呀 或者是我的树呢 就是借助墙壁的话呢 就更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他墙壁他自己的这个 雷部的成分呢 就是全部都是脱开的 就是他就根本没有这个借助 就是有无数个微层呢 就是没有借助 再这样的话呢 我的这个树的这个微层呢 要借助这个墙壁的话呢 就这也是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个呢 就是比较细微的一种这个分析 因此呢 实际上是这种分析呢 就是应该这个 我们佛教的这个 唯一的这种分析 这个微层的一种观点 就是佛教呢 有一种这个特点吧 就是一个呢 就是对外境的这个观察 非常这个细致 一个呢 就是对这个雷性的这个观察 就是这方面就是很有这个特色 就是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恐怕很多那个 对这个世间这个一些科学家的话呢 就是他还没有这个真正这个 能这个观察到 就是这些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他这里说那么这个 严格呢 就是不是称了谣言 这个存在的一些这个色法 和还有这个有主概的这些色法 都能见得到 没有这种过失 就像这个吸铁 就是吸铁石呢 就是虽然可以吸铁 但是呢 就是只只可以这个吸相应的这个对境 不相应的对境呢 就是不能吸 比当三根趋近同面积的 他们必须借助对境的这个 为称而去之骨 就是而去之骨 严根与二根二则 可去相当这个 不相当当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境 就是严根和二根呢 就是有时候是 二根 二根的这个打小 我看二根 然后与他这个相当的这个声音也能取得到 就是还有呢 他们认为是这是一种这个事法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用二事来这个去的话呢 就是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这个 用这个事呢 就是他大小就方便 就是可能也不耗费 有时候的事也有大小吧 就有些人的这个发心呢 就是很大的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可以能做得到 就是这也是心里很大的 但这个呢 就是不是用面积和体积方面来衡量的 就是因为他那个心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心体 他的这个力量 就是他的这个力量方面来就是打小 就是他那个没有这个心事现实 就是这样的话呢 只有从力量方面来说的吧 应该我像这个 这个大臣所说的这种说法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这个应该也这样这个抉择吧 就是像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是像这些微乘的观察 就是敲诚的话呢 就是根本没有抉择好 就是最后呢 就是像中观四百论的话呢 真正把这个微乘和心事的最后查了呢 就抉择得非常这个圆满 有关这个俱舍论和其他的这个事件宣言当中呢 就是对这个微乘的这种判断和事由呢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执着 就是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用这个严根的大小那样 这个能看得到这个外景 还有比严根就是大的小的 就是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然而跟儿子就是去相等和不相等 各种各样的这个俱进呢 可以推的 还有这个一根呢 就是不一定的 就是一根呢 他自己都是没有心地 因为他呢 就是不是这个色法 下面讲那个仪式以为过去 就是下面那个 他这个仪式和这个无根式 这个更衣方面的这个差别吧 他这里这样讲的这个仪式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更衣 就是更衣的话呢 也就叫做是这个刚才的这个根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仪式的这种更衣呢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 地露这个仪式的这个对境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仪式 就是地露仪式灭尽的这种根 然后这个仪式的这种更衣呢 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严根 就是这叫做更衣啊 就是更衣 他这里说仪式的这个更衣呢 就是是过去的 然后这个严根 无根的这种更衣呢 就是也有过去的 也有这个聚生的就聚生是同时的 同时的意思 这是一个问题 下面呢就是 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严实和二实呢 就是通过根和外境 就是才参生的 那么为什么非要叫这个严实 非要叫二实就是为什么不叫这个 这个圣是色是 就是从外境方面为什么不取名字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梁力包纵人当中也是有这个疑问 就是也有这个回答 他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就是这是有个T特殊的秘语 成为更衣呢 就是变化过 因为那个这个更衣吧 就是更衣如果变化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严实也是出变化的 就是所以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那个通过这个随着更衣的变化 就是随着那个严根的变化 随着严根二根的变化呢 就是他的这个严实和二实呢 就是也起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 这个你的严根和二根呢 就是越来越好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严实和二实呢 就是越来越好 如果这个严实严根和二根就是生病的话呢 就是这个严实二实呢 就是也出到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害 就是如果严根没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外面的这种 这个什么 这个严实呢 就是不存在 就是有这些原因 所以随着这个他的根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他的这个严实也起到作用 因此呢 就是叫做这个严根等 就是严等根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就是非为共同之缘故 依靠弊等所为是 就是还有非为这个共同的 就是就不是这个共同的缘故 比如说这个严实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依靠严根而产生的 就是不共同的 如果是外境的这个色法来这个取名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色法呢 就是我们心事的对境 严实的对境 就是有很多法的这个对境 所以呢 就是色识呢 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应该就是去为这个严实才对的 就是他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随着严根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去为这个严实 然后随着那个 就是还有那个不共的因吧 就是因为严根成为一个 他的不共的因 就是不是这个成为二世的因 也不会成为这个必实的因 因此以这些原因呢 就是我们趣味是这个严实 这个都是他这里主要的这个 他这里也可以说是意义的 不是这个很重要吧 就是他这里为什么要叫这个严根 什么这个严实呢 就只有去这个严实 就不叫这个外面的这个色色 为什么这个二世呢 就只去这个二世 就不叫外面的这个色色 就是他这个原因呢 就是有两个原因 就是一个是随着这个严根而亘的变化 就是才取名的 还有这个随着呢 就是什么这个 他不共的因就是 因为二世呢 就是他不共的因 就是才参加二世 就这个原因 前面讲最后一世的 以增上原始 自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一根 就是这个一世的这个一根呢 就是一根呢 肯定是他这个前面 刚刚过去的这个一根 然后这个五根式的一根一呢 就根一是他这个 五根式的他的这个根吧 就是他这个我们经常也 叫做是这个根一 就是他这个根一呢 与必当这个根式一通参生呢 也就是说五根式 即与同时 现在有色根 也有一这个一根 就是他那个五根式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色根 也有这个一根吧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吧 就是根式的原因 那么五根式是对境于根二在所生呢 为什么是这个安利为根 就是这个五根式呢 就是一方面是他对境这个 也这个参生的 然后一根根也参生的 为什么他非要这个用根方面 来给他取名为这个严根 什么这个严实必是二实 就是为什么这样去呢 为什么从外境方面 不取给他名字呢 这是为什么呢 而就是不安利这个敬意呢 就是为什么从这个外境方面 给他不取为这个名字呢 五根式的所以是严根当 因为严根当变得明显不明显 严实也就是会这个随之变化 就是那样 就是如果严根就是变得很好的话呢 就是严实也变得很好 就是然后严根呢 就是不行的话呢 就是严实也已经不行了 色灯改变呢 就是严实等并不一定改变 就是色灯这个目就是外面就是不鲜了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严实就不一定这个受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害 或者是利益 彼等根式是依靠严等成为严实 是有理由的 就是下面呢 就是为什么这些呢 就是依靠这个严等的这个取名的理由呢 就是也是有的 因为诸根式各自能以的增上缘呢 并且生起一个相续的事 古以为是的不供应 就是如果是其他的这个事的话呢 就是那么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不同的这个六种事吧 就是六种事 这个所以呢 如果用其他原因来这个取的话呢 就是当然是这个有很多的事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不能这样去的 所谓的严实等通过增上缘的诸根来表示 成为是这个严实等 如同琴可所产生的这个妙呢 就是可以叫做这个琴可妙 然后这个这是良力保障论当中也是 什么就是什么什么 就是像孤僧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孤的这种这个身影的话呢 实际上是还有树啊 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原因 发出这个身影呢 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呢 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依靠孤而参生的 所以这个身影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孤僧 就是同样的道理 刚才那个青库的青库的这种这个 这个青库苗的话呢 就是也是同样的 还有低碎祸风啊 就是它增长了 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原因 但为什么是不叫这个什么这个碎啊 或者土啊 为什么不叫呢 因为它是这个起了一个最重要的 增上缘的这个作用 就是因此这个像那个 孤僧为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孤的身影呢 就是为这个孤僧 色法并不是如是 色法呢 不能这样去的 就是色法 外面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身影呢 这些来不能这个取名字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做 颜色于一时二则的因 就是色法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这个颜色的对境 也是一时的对境 它不是不共的因 就是因此不共的因呢 它是一个共同的因 共同的因来这个取的话呢 到底是它是这个色法 它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说是个色色 色色的话呢 就是到底是颜色对境的这个形式啊 还是是这个意识对境的这个形式啊 就是这个分不清楚的 因此就是不是以这个色法来这个取的 所以是这个共同因呢 并且呢 也是作为这个不同相续的因 就是因此呢 就这个是不能这个以色法来取名 应该是这个以严格来这个取名 这个去世论呢 就是讲到这里 就是这个以色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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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原则 就是 medi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